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宽宏大量的刘宽 汉朝时候有一个人名叫刘宽 他的心胸宽大,脾气温和 很能原谅别人的过失 也很少生气,发怒,很受人敬重哦 有一次家里也来了很多客人 刘宽招待大家吃饭喝酒 正吃到一半的时候,酒就喝完了 刘宽就叫仆人去街上买一些酒回来 仆人到了酒店里,突然看见多年不见的好友 两个人高兴的谈起来 仆人就把要买酒的事给忘记了 过了很久才想起主人的吩咐 就赶紧买酒回去 一桌的客人早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过了很久 他们才看见仆人提着酒 疯慌张张的进来 就很不高兴的责骂仆人 等客人走之后 刘宽叫来了被责骂的仆人 仆人以为主人还要再责骂他 没想到刘宽却很合气的说 刚刚啊 客人是感情了 才出口抱人 也叼放在心上 以后出去办事 找去找人 知道吗 胡人知道自己不对 而主人却对自己如此宽厚对待 心里感动极了 以后这个胡人啊 做起事情来非常的奇怪 又有一次 刘宽换好整机的衣服 想要出门去拜访朋友 刘宽的太太想要试试 她的度量到底有多大 于是就叫来一个侍女 对她说 你把这碗汤热热的端过去 脚妆不小心弄翻了 把汤散在她身上 我要看一看她怎么对待你 侍女照着孙父去做 把刘宽一身干净的衣服 弄得又湿又脏 没想到刘宽并没有生气 感而关心的 问侍女说 你的手碰伤了没有 像刘宽这么宽宏道亮的人 实在太少了 小朋友 我们一定要向刘宽学习 心胸宽大 脾气温和 和原谅别人的过失 这样你就得天天快乐了哦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